我叫杜叶梅 今年56岁了 我是剪脂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 我这么多年的剪脂 一开始就剪剪小动物 剪剪花草 剪剪庄家了 后来通过这50年的变化 生活变化 经济变化 社会的文化的变化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 把我们的美好生活宣传出去 我就带着这些学生们 剪二十大的作品 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生活 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丰收的景象 我们前前后后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因为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头 我们从这些政策里头 还有这些人文变化和社会变化里头 我们收集一些资料 后来我们就做出了一些系列的一些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一个民族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不管过去十年还是未来十年 我们每代人都要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 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之火 照亮中国复兴之路 用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我作为剪指这门艺术的传承人 这也是我的使命 更是我的责任